你好 歡迎收看 正正有時 這是最近的一則新聞 是不是無良看護未讀 文夏寶島歌王 文夏昏迷五天叫不醒 然後她的太太說 尿裡面有咽出有大麻 這件事情引起了 整個社會大家一些震驚 大家都知道 不管現在我們有需要長照的人 家裡有老人家的 你有請看護來照顧的 或是家裡面有小的 小的有要找保母的 有找看護的 都有 那在這些人之下 都需要人家照顧 這是一個很常出現的 一個狀況嗎 如果真的發生 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想想看 老人家需要長照的或小孩 他本身就沒有什麼樣 自己保護的能力 如果真的被這樣為的話 就為了貪圖看護的人 一時方便的話 我相信當然這是少數的 但是光這樣子的話 只要一顆老鼠屎 它就會壞了一鍋粥 所以整個社會 都會產生人心惶惶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發生這樣的話 或要避免發生這些事 又該怎麼辦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問你邀請到所有的來賓 大家一起來探討 來 歡迎所有的來賓 針對今天狠下毒手議題 要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的來賓 中山醫大法醫學科主任高大成 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退休警官謝文苑 醫藥記者梁慧文 以及律師游瑋婷 各位 這則新聞讓大家覺得很正經的事 第一個 聞下寶島歌王 然後再來就是 怎麼會對看護 以前偶爾你會聽到有那什麼保母 如果那種不盡責的保母 為了要小孩不要吵 餵奶的時候加點酒 這個有聽過 媒體上面有討論過 這個已經到毒了 那個以前我說實在 我之前小孩子在小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搶保女 沒有 我當然不會餵酒 怎麼這麼沒有人性 他們就餵藥你知道嗎 就餵藥 安眠藥嗎 安眠藥 對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有些父母就這樣 就是說小孩子在那裡去看 我每天都睡得乖乖 都不吵 可是晚上怎麼一帶回家之後 那個小孩子精神超旺盛 你知道嗎 開始嬰兒嬰兒 要整個這樣 他都覺得很奇怪 每次去問那個保母說 你怎麼帶小孩 怎麼小孩都這麼乖 以前沒有那種感覺 他說我們有特殊的方法 還有安撫的方式 這樣講了一大堆 回去怎麼試也是沒有用 後來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才傳出來說 原來這些老一輩的人就講說 那頭油 對不對 一早來對不對 牛奶店餵奶的時候 就弄一點安眠藥 餵奶喝下去之後他就一直睡 睡到中午的時候 再餵一點安眠藥 就睡到晚上 下班就想要去 真的餵久了 後來是沒有人去追蹤說 到底說這個小孩子以後 智力成長什麼東西 有什麼問題 一定有傷吧 可是你看以前是小孩子對不對 像聞下這個事情 聞下這個事情是為什麼 他之前有輕微的肺炎 去安養院住 還是意識很清楚 可是後來他又感冒 那這次是去馬街醫院 去了之後他們會請看護 二 四小時看護 一天兩千多塊這樣 那請了之後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有很多 大家說老師 因為他有很多學生 很多影迷 歌迷 就想說老師住院 大家去看他 去看得不對 幾天很多人去那邊看 你睡覺休息一下也會醒對不對 當然 不是 五六天來都這樣 昏昏迷迷的這樣 什麼事情都好像沒有感覺 後來他老婆不對 他講說當初請這個看護 三十多歲而已 想說你三十幾歲就來做看護 表示你很有愛心對不對 有熱忱 工作誰要做 拔絲拔尿或者什麼樣對不對 哪知道請了這個看護 問題就很大了 一歲 五六天 問院方 院方有說我沒有給他特別的藥 有沒有愛睡的 為什麼他會睡成這樣 後來他老婆就覺得 問相說絕對不對 就去驗尿 驗出來聽說裡面有大麻 還有一粒棉的成分 那顯然就是被人家下了安眠藥 才會一直睡 那個康護說實在說 有些康護現在也是不良康護 也是這樣 你知道有些很多康護 他給你下藥之後 他就可以自己去聊天 他做他自己的事 或者做其他事情 網拍 網購 還去面膠 你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上次有一個被抓到 是跑去摩鐵 去偷勤去了 就他的人 然後他為安眠藥什麼 然後他跑去偷勤 然後被抓到是 他還傻傻的去打卡 就是在摩鐵旁邊 拍了一個彩虹打卡 然後就被抓到 這個人是腦子是怎樣 對嗎 他還做這樣 可是你知道 如果是家屬聽到這個 就會嚇死啊 法宜 其實大麻我是不太相信的 因為他也會新粉嗎 蠻滾的 好吃喔 你要吃這個 最重要的錢 一立民就很便宜 現在有合成要務 而且一立民有 對 而且一立民有一個好處 你心腦以後 吃完以後 會感覺很爽 因為睡 也睡得很好 也半睡半醒 很舒服 OK 然後聽說 清飄飄 還可以要發生性關係 還會有反應 這不是普及節目嗎 真的喔 所以他睡著還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很喜歡 用這個藥物 後來我們談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醫療很少開這個藥 我們就不開 因為有時候會產生 夢遊有的 不出事情 會有其他生理反應 夢遊最重要 對 我曾經 我們同學也是 吃那個阿米仔 他自己是醫生 吃這個 晚上起來 早上就隔壁 大麥 吃那個生米 回來吃這個 你媽知道嗎 會這樣嗎 OK 我想問問問 這裡面有一個是 她的夫人也講說 那個看護三十幾歲 所以剛才學尾講說 她也覺得說 這麼年輕 應該是很有愛心 很有熱忱 可是沒有想到 這麼年輕就好 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看護對於 不管是老人家 對於需要長照 甚或你說對有很多 是照顧植物人的 或是娃娃的保母 這些人是太重要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在目前為止 案情看起來 大家會懷疑到 這個看護身上 是因為這個看護 是他們自己私人請的 就是不是醫院合作的看護 事實上就我的瞭解 如果是在大醫院 他們都制度還滿周全的 就是他有搭配的看護 如果這個看護人數真的不夠 你勢必得要自己去請 在這個管道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良憂不齊 或者是說請回家 他在家裡照顧的那一種 另外我們再講到說 雖然目前這個男看護 他是已經主動到案說明了 可是在此之前 其實家屬他們很早就報案 可是警方一直都沒有動作 他們就是說 警方可能是希望有一點佈局 就是希望說 看看是不是背後有所謂的 我們常常也聽過這種 就是有一些集團在控制 或是供毒品給看護這樣子 對 那因為你在醫院裡面 老實講你一定是 比方說是用藥丸的 或者是磨成粉 參入他的飲食當中 不太是可能自己去施打 或是什麼 就是他的來源來講 你在給藥的部分 有可能是從 都還是進口比較多 你講這樣合理 因為你想想看 那個護士走過來 看到看護在給他打針 護士都會覺得 你要打也是我打 怎麼會是你打針 所以應該是這樣 但是目前那個男看護士說 他因為醫院 前面也有看到監視器 他說他我只有靜靜出去抽菸 他自己本身是沒有用毒的習慣 所以像有點撲錯迷離 到底這個來源是什麼 這個看護有時候 這個真的兩又不齊 會讓大家比較擔心 因為像不久之前 才有一個案例 他是家裡的長輩 他的父親 八十幾歲 一個老人家 本來行動還滿自如的 那因為小孩 就是年輕人 他的兒子需要去上班 所以就請了這個看護來幫忙 而且他還是請的是那種合法 有執照的看護 就沒想到有一天 居然被他發現說 為什麼他的父親 八十六歲 本來就是行動自如的 居然都每天都昏昏沉沉的 然後他很生氣 他就覺得不太對勁 就當場帶著那個看護 跟他的父親 就是跑到醫院裡面 去做檢驗 檢查 狠期接連害死三任老公 骨灰中驗出致命毒素 他四十幾歲就偏偏找 六十幾歲結婚 用那個慢性重苦 趕快疊涼 他就從不就去挑戰 他就聯繫三個 一死亡他就把他活化 可是我們還是把那個 骨灰坦 把它拿出來做化院 裡面還是含有 為什麼他的父親 八十六歲本來就是行動自如的 居然都每天都昏昏沉沉的 然後他很生氣 他就覺得不太對勁 就當場帶著那個看護 跟他的父親就是 跑到醫院裡面去做檢驗 檢查 一檢查發現確實裡面 有一些藥物的成分這樣子 那他非常生氣 他就是在那個醫院門口 就跟這個看護在對峙 那個看護之無其詞 講不出來 然後甚至給他一個理由說 化痰的藥 對 我是要幫他化痰 可是實際上驗出來 是有一些安眠藥的一個成分 其實大家從那個社會新聞 應該看到不少這樣的案例 一天到晚 不是外傭什麼 欺負那個不會講話的這個 或者是臥床的老人家 或者是說在醫院裡面 但醫院裡面確實是比較少 那像雯蝦的狀況 他是在療養中 可是療養院 也是有療養院的一些 看護上的問題 就是品質上還是不夠 就是良藥不齊 必須這樣講 因為其實你剛講說有的看護 如果要是對老人家動手的那個影帶 你有時候在新聞影帶裡面看 我記得有一次看到 你看了真的人神共憤 老人家就在輪椅上了 然後他就又是呼巴掌 又是打頭的 我們講教官 這種事情鬧到警察局去得多嗎 這種我們歸類 全部歸類在便宜形式 所以我們講便宜形式 前面兩個字叫便宜 很熟 要比較熟 像那個什麼碳碼太貴 所以說犯罪的動機很重要 但是吸毒的人 如果那個看護有吸毒 那可能有很多的舉止 比如說吃賭的人就很奇怪 他們本身有好幾種 我們警方處理過的 就是他不爽家屬的態度 因為看護他2200 有的家屬錢賣給 然後要求一堆 所以他就故意 為什麼東西來報復你 那你去對那些會動的 會動你的報復我該什麼的 會動的動不了 為什麼警方能夠知道 因為家屬是怕他虐待 所以在他臥室跟他的起居的地方 裝了監視器 那家屬認為 像我處理過的個案 那是一個外籍的看護 那婚睡兩天 家屬都覺得不對勁 那馬上送醫以後 他有驗出來 有安眠藥的成分 那後來他有調那個影帶 那影帶來找警方求助 那外籍這個我們就問他 那你如何去取得這個 他後來有承認了 那因為他們每天推著 阿公要到公園 那一票外籍就在那邊聚在那裡 那他們就會討論 那說別人教他的 一樣是外籍的人教他說 你給他餵一點點 他就很好睡了 你就不用麻煩 你就可以跟著我們 他出去唱歌 去KTV唱歌 那可能是他因為新手 他用的那個計量 量過重 那我還問他 安眠藥不是有管制嗎 那你又如何再去取 要處方簽不是嗎 那他說他跟醫師講說 他要搭飛機要出國 那怕上飛機睡不著 叫他多開幾顆 是那個外擁自己帶著這個 就去醫院拿 所以一定是他講的嗎 他們常常在附近的小診所 那所以說這些小診所 所以以前我們看到 這些彼此這些外擁有沒有 常有一個玩笑說 現在撒阿公去公園嘛 然後下大雨了以後 然後推錯了推阿公 他說這麼晚也沒辦法換 明天再出換 明天再回公園就會了 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辦過這個外籍的 後來根據的影帶 那移送法院也判刑 也遣返 那所以說也就希望說 家裡有需要用到看護的 第一個 這些裝監視器是防止說 他虐待老人家 那如果萬一他有動 哪一些手腳的話 那可以提供給警方 比較容易來辦這樣 不過剛剛也提到說 這些看看護或保母 其實是有管道 因為一定有人問說 那我要到哪裡去找看護或什麼 其實是有管道 是可以找到我們講說合法的 或是有執照的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內力一樣 他也是一個有執照的 可是你還是很難避免說 這個人為的這些問題 對 所以真的在這個部分的把關 還有就是 真的品質上面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我是覺得家屬必須要提高警局 對 不是找了人來看護以後 就丟給他了 你自己一定要 就像我們小孩拖給保母 也是要三不五時去看一下看一下 對 才能夠放心 所以你小孩拖給保母 你會躲在窗外看嗎 我會去觀察 或是利用白天的時候 突襲式的去看一下 對 去看一下 然後比方說送個什麼東西去 然後去按個鈴 但我那時候有曾經看過 我小孩後來真的覺得很不捨得 把他接回來 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保母其實在我們家附近 就是鄰居而已 但當初看的時候 也覺得他的環境很不錯 然後弄得很乾淨 那當然你就會覺得說 這樣很放心對不對 結果我去看他的時候 我有天突襲 我就發現我兒子好可憐 他在拖地 難怪這麼乾淨 所有的小孩拖地的拖地 插玻璃的插玻璃 不是 他被放在一個 類似娃娃椅上面 固定式的 然後很陰暗的角落 整個屋子裡面 是暗的 然後我就想說很奇怪 而且那是夏天 結果那個保母就是省過頭了 他不想開燈 也不想開電風扇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我兒子好可憐 而且你兒子回家以後 不習慣在電燈底下 他要去找陰暗的角落坐 就覺得那一幕 他好像那種孤獨老人感覺 就算把他帶回家 真的喔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家人 真的還是要關心 惟琳 我們剛剛講說 明明你的職務是看護 是保母或什麼 但是用了不當的手法 它會造成的不管是傷害或什麼 有很多一些的罪責 對 沒有錯 就如果說假設 基於業務關係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基本上法官的刑度量刑 都會比較重一點 那如果說他本身 例如說他是醫師 甚至他本身就有醫師法的問題 那像我們遇到 如果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還有家中的疾行二分之一的問題 對 所以這一些 本身具有職務上面 他本身的這個要求 就會比一般人還要來得高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所犯罪都還是 家中的機率都很高 OK 剛才謝教官講說 那個外用的那個例子說 因為他的藥 那個量用過頭一些 所以他一直渾水 法醫 我們講的這些 有很多東西都是用過頭 就會死人的 對 可是我們安門藥 其實你要吃到死 要吃到飽 要吃很多 所以一般現在是不會 現在會造成死亡的 是FM2 跟史尼納斯 這個量少 可是你有喝酒 絕對會死亡 我遇過一個最厲害的 只吃兩顆 喝酒就起來了 真的啊 因為他會產生呼吸抑制 加全上 所以吃安門藥一定不能喝酒 這個是最重要 OK 好 那其實剛剛講 第一個就是便宜行事 就怎麼樣能夠 我方便 我可以唱歌 我可以幹什麼 我可以辦事都好 那除了第一個 另外交換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 警方碰到最多的 他就是謀財害命 有一句話說 男追女 隔層三 那女追男呢 隔層殺 對 那如果男生要拿飲料請女生 現在的女生幾乎不喝的 對 但是如果相反的 如果是女生拿來飲料請男生 搶著喝 所以我們 這樣會不會有點過頭 對 過頭 所以我們辦過很多案例是什麼 這個女生也很聰明 我們叫她蛇蟹女 她很聰明 她知道很多的監視器 所以她專門找那個 沒有監視器拍到的地方 攔什麼 攔計程車 攔計程車 上次要跟司機講說 我今天一天包你的車 多少錢 她說三千五 四千 那你就帶我到北海岸走一走 繞一繞 然後上車就是要坐前面 其實有的司機 警覺性很高 因為客人一般他都是讓他坐後座 那當然要坐後座 那如果那種攔車直接做副駕 這種還有帶飲料 坦白講真的 就千萬不要喝 對 那包了以後她說要包一天 那包一天以後她主動的 跟她誘惑 其實到最後那個案子 我們破了以後 我們看那個女生 她不到一百五十公分 對啊 四個字叫不具知色 但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女生主動 限殷勤 然後說要包一整天的車 然後跟司機講說 現在中午了 我都有睡午覺的習慣 那我們到汽車旅館休息一下 你知道嗎 那司機真的跟她進去 這男人也太隨便了 真的 所以說男生幾乎全部被洗劫光了 這樣子 還好是他以前有犯過案 那因為飲料上面 我們採到的DNA 根據那樣子去破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些 剛才教官講說幾種用毒 可能會出現的範疑 包括講說便宜行事 或摩殘 摩殘他的面是 很常看到過程當中 好像古今中外 上次我們在聊保險的時候 為了炸財有人這樣用 而且日本也有用這樣的 有 日本也是有一個也是這樣 他是害了兩個先生 可是我們台灣這個更厲害 他四十幾歲的時候 就偏偏找六十幾歲結婚 然後連續結了三次 因為他結婚都差了他二三十歲 所以就結婚大概兩三年就過世了 過世就留給他一筆財產 他是用慢性重途 他用披痠 慢慢都吃 慢慢都吃 吃到一個量 這就沒辦法騎他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他在吃的時候 他越來越貴你知道嗎 就越來越散了 人家以為他有病 就騎他 那有什麼 最近身體不好 就叫他騎掉 他就連續三個 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也沒有投保 因為他結婚的那個人 都是上期 有一點財產的 他去跟他結婚 所以沒有人懷疑到他 最後他結婚 遇到一個牧師 他是想說這個牧師結得不錯 可是他後來一想說 這個也要給他炸一點材來 結果他有一堆 就給他吃了將近一個多月了 這個牧師也身體漸漸不好 然後他就知道說 差不多要死了 以他的經驗 差不多再這樣兩天 就差不多會再見了 他就說我來露營 我去旅行 你還要照這樣 要吃那個雞湯 你自己身體不好 要過好 你也沒吃怎樣 他就去吃一桌一個禮拜 結果駕駛兩天而已 因為他吃那個 會造成肚子很痛 他就去救醫 結果醫生也有警戒 他一看 你怎麼這樣 抽血給他檢查 他身體裡面既然 很多披霜的量 超過一般我們 吃東西有時候 吃到一點點小東西會 但是他真的是 已經達到中毒量了 醫生就說 你在吃什麼 我說不 我就在我家吃什麼 他說 你一定要住院 就給他住院 住了三天以後 他就好了 他就一直白傳 他就渐渐好了 他說差不多明天可以出院了 對啊 他大概回來了 剛好一個禮拜回來 又煮雞湯來給他吃 他又痛起來了 然後醫生說 你今天要煮雞湯還痛 你又吃什麼 他說沒有 我就吃你們醫院的飲食 我也沒吃到什麼 剛好他帶他進來 他就看了他母親就說 對 我帶他的雞湯我今天還沒喝 他醫生聽說 不然你說你沒吃什麼 你沒有在吃雞湯 就去找他覺得怪怪 就把他的雞湯拿去醫院 原來裡面雞湯有皮疙 因為他的量很少 而且雞湯有時候 那個P酸有一個重點 他的味道有點像蒜頭 所以控雞湯的時候 剛好味道很合 我是蒜頭雞 對 而且抓到以後 我們也不注意 我們就認為他 他先生就告他 要害他 結果我們也不知道 後來檢察官很厲害 去查這個女孩子 到底在做什麼 才發現他死了三個先生 既然他把他三位先生 他就每次一死亡 他就把他火化 可是我們還是硬 把那個骨灰毯 把它拿出來做化驗 裡面還是含有皮疙瘩 可是 因為他量已經燒掉了 燒掉了 所以量沒有大到 沒有辦法去測量說 這是不是到致死量 所以沒有辦法給他判刑 因為 他的量不夠了 所以這個案子最後無罪 對 他三個前面沒有辦法判刑 那這個呢 所以後面這個有 相愛的 反正您剛才有講說 因為他那個是雞湯 不是 你現在這樣講的 大家都當人家對你好 你都不知道該用什麼樣子 而且蒜頭雞 如果加了一點 加披霜是有蒜頭味 對 那還有加什麼 還有青酸甲的話 有杏仁味 什麼 青酸甲有杏仁味 一個杏仁味 那個一個糖果味道 不是糖尿病 就是吃安眠藥的 安眠藥也是 吃安眠藥的人很奇怪 因為安眠藥是一種荒香煮 就本做的 所以都旁旁 然後他有一個重點 這種吃安眠藥的人 他睡覺可能因為 會流眼淚 而且眼睛閉不太緊 所以延時很多 所以你裡面看這個人 有香味 肉質還有很多 你就吃安眠藥戲 所以我們在看這種東西的時候 鼻子要很好 而且解剖的時候還有一個重點 台灣的法醫到現在 有些人也不會 你感覺說 既然可能中毒是一個時 你要解剖就是要從頭先開 你不可以說從這裡流下去 開了整個都超肛肛 基本你聞不是要味道 你聞到都是大便 就是那個尿味 大便味 所以解剖的時候 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要知道從哪裡開始 並不是每一個都是從肚子一卡 溜了就開始做不是 我們一般是先開頭 因為頭腦 頭一開起來只是一個 稍微一個腥味 可是如果它有披霜的話 那個腥味真的很重 我就這樣 批人說 哪個一個 映仁大夫的味 然後一轉頭看 真的有人在吃腥味 不是 在香菸在吃什麼東西 對 像那個蒜頭也是 尤其那個披霜 因為中國人有歷史以來 最喜歡用披霜 很奇怪 朱星馳的電影也是 都一次買披霜 因為他的死亡很慢 所以你可以脫罪 對 你說阿姨就慢慢賣 去的就不是我現在的行 所以都可以慢慢拖 OK 那個披霜下毒症的 我以前在早期 二十幾年 快三十年前 在三重這個地方 他就是有一個男的 他家裡面很有錢 可是他每天無所事事 打他老婆為樂 他每天就出去玩 花天酒店回來就喝得醉醺醺 就一進門就開始打他老婆 打一打之後 他還有個壞習慣 就打完之後他爽了 他就躺在沙巴上就睡覺 所以他老婆每天 每天跟他講說 你燉那個豬尾湯 豬肉 他說豬尾湯不是裡面 有很多中藥嗎 而且他說豬尾巴能夠壯陽 那個教官也知道 男生只要聽到壯陽 整碗講就把你灌下去 所以那個豬尾湯 每天就燉那個湯回去 他老公一回來就趕快 他會讓你不要給他打 他老公一回來就開始喝 他裡面就是加啤酒 可是這個男的 跟剛才高伯一講的不一樣 這個男的真的命很亂命 你知道 喝了好幾個月他就不死 對 還每天老婆照打這樣 所以每天老婆實在是 用不夠 對 但是他又怕太多 因為啤酒真的會臭 對 太多會臭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實在是受不了 那天回來又打他老婆 又躺在沙發上睡覺 他老婆這次火大 頭你不會死 我講就講給你死了 對不對 家裡那兩公升的那個保溫瓶 那個水是燒開的 整湯拿起來 從頭就沾下去 這樣 他老公那時候 整個頭都燙熟了 還跳起來 你知道 跳起來沒死 那個熱水瓶拿起來 繼續炸 炸完之後還叫他妹妹來 幫他氣死 氣到彰化 所以後來跟那個警方去彰化 那個挖絲題的時候 真的很誇張 有沒有味道 我是沒有聞到 因為那個都已經腐爛 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用披霜用什麼東西 所以我現在發現說 現在只要有女人說 拿燉的東西 你都不喝 不喝 大嫂燉的東西都不喝 對 絕對不喝 你拿給我 我喝 女生拿給我就不喝 對 那大嫂又拿給我 又拿給她 所以就跟你講 你說這個其實民國88年吧 在台中有一件案子很有名 那時候就分屍案 是母女三人分屍案 你知道嗎 在死水科西 剛開始那個釣客 去釣魚對不對 對 看到一顆跟氣球一樣 所以有時候人真的很好奇 你就明明覺得它是氣球 就算了對不對 他沒事還去拿一個竹竿 去給他吐看看 對 一吐那個一轉過來 嚇死啊 對 分屍案 那警方看到這種分屍案 不就是開始組裝案 對啊 大案子 都要開始查 可是你知道 幾乎整個台中縣 那個外圍 就以前早期台中縣 縣區的地方 幾乎把它翻過來 都沒有失蹤人口 沒有符合的 後來又921地震 你知道那時候921地震 我剛才在問高法醫 那時候我們去東市 我去東市採訪的時候 那很誇張 去東市哪有村落 根本沒村落 他就說 我怎麼知道那邊有沒有人 他就說 你只要看那個門口有放棺材 那就是原本一戶人家 所以那個時候 五六百具屍體等著要相驗 所以那個命案怎麼辦 當然就停下來 就陷入瓶頸 查不到 可是你知道過幾天之後 死嘴歌西跟日月潭 又浮出很多那個屍塊 他們就嚇到 又有兩顆人頭 所以他們就開始查 一查之後 這三具屍體都不一樣 那怎麼辦 又沒有那個線索 也沒有人那個辦法 可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就有一個刑警 台中線刑警隊的一個組長 叫土良母 他竟然就開始被託夢 他每天睡覺 就夢到一個女的 剛開始很慈祥的樣子 後來就看到他之後 就開始那個臉 就變得很憂傷這樣 女看護對老婦下咬 巨額獻金不翼而飛 一個案例她就是 在安養中心當那個護士 她照顧的一個婆婆 家屬發現說 去看這個婆婆的時候 她身上的現金都不見 照顧她的這個女子 就有給她下藥 人眼消失無蹤 然後跑到哪裡去 價值有5億的這個現金 壓在婆婆的枕頭下 然後就這樣被拿走 婆婆枕頭下現金就這樣壓著 對 台東線刑警隊的一個組長 叫圖良母 她竟然就開始被託夢 她每天睡覺就夢到一個女的 剛開始很慈祥的樣子 後來就看到她之後 就開始那個臉 就變得很憂傷這樣 她說為什麼一直做這種夢 老刑警做到這種夢的話 一定就知道 一定又是有冤情對不對 所以她就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那怎麼辦 那身具屍體在那邊 他們沒有辦法吵 可是突然間有一天 有一個老先生 跑去警察局說 九位地震 她都聯絡不上她女兒 以前每個禮拜都會回來看的 怎麼都沒有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是誰 就講說她的女兒叫潘阿艾 後來又有一個女的 也來報案說她姐姐不見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開始做聯想 後來查了說 她還有兩個女兒 也不見了 所以他們三具屍體 他們講說 做個DNA比對 一比對之後三對竟然就是 怎麼會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對啊 害死 那最直接相關的這個人 就是這個潘阿艾 這個女的潘阿艾 同居人叫吳云洪 那個吳云洪是怎樣 開計程車的 她那個計程車 還有另外一台轎車 是潘阿艾 就是跟她兩個後來認識 因為潘阿艾在飯店上班 她在排班計程車司機 兩個認識之後 就慢慢就同居 現在潘阿艾很有錢 對不對 她離婚 自己扶養 做生意 她竟然拿錢 給那個吳云洪買車 買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後來警方就覺得說 這一定是這個吳云洪 問題很大 找來問 吳云洪竟然說不用問了 就是我幹的 這麼直接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人竟然冷血到什麼地步 警方在做筆錄的時候 他竟然在講這個殺害 這三個人的過程之中 竟然異常冷靜 而且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 一點感覺都沒有 警方說他做筆 那個時候員警說 做筆錄做到走會發抖 說奇怪 人在台的 而且他是怎麼殺你知道嗎 他是把那個人 他騙他們說 要去香港打那個美容針有沒有 之前要先吃中藥 又是中藥你看 他裡面下毒 他餓不出來 就騙他們喝那個 就把他迷 迷搏 帶到浴室裡面 開始解剖 還興高采烈你知道 他跟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恨 那個還對他這麼好 因為胖阿愛跟他同居 他知道胖阿愛有錢 而且後來這個吳云洪 這個計程車司機 又喜歡上另外一個會計 就是他們飯店的怪計 東窗事發 而且那個時候他覺得胖阿愛 覺得說 我欠這些錢 本來是要 你要需要互相給那個 對啊 可是你這樣又去外面 找其他女生的話 他就 他就把錢拿去 幫他女兒買房子 他就講 你買房子給你女兒 那這錢到時候都給他 我沒有 所以乾脆先下手為強 後來有判誰是嗎 後來槍斃掉 所以因為這樣這種 那個其實那時候 我們剪到那個頭的時候 一開始剪到媽媽 對啊 他說這五十幾歲 女兒子 看水旗就知道他年齡 這梅公 還有這個魯徒 就知道這個是你姓 OK 五十幾歲 女兒子 還抓到一個 怎麼差二十幾歲 就跟第一個差二十幾歲的 牙齒的變化 也是你的 因為他母女 畢竟是母女 所以他的臉型有一點性 OK 我們也是沒有想到是母女 只以為說 怎麼兩個差這麼多歲 還抓到一個 差兩三歲 就比這個第二個 跟第二個 那是怎樣 你才是921地震 對 921地震去第四 對 還想奇怪 怎麼沒找到 其他的地方 就那顆頭了 不然做一個地方比對 做了真的母女 而且你看如果真的是921的話 怎麼會都是頭 我還是有去收財 有找到脊椎骨 對 我聽說 因為如果是921被壓 被什麼什麼的話 不會三個都是 身手分離這個樣子 對 這個一定就很怪 那時候警政署長 丁元金就下去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命案 而且一口氣是三可 尤其是驗出DNA 是母女的時候 那就表示是重大刑案 教官你問案的時候 有問過那種 讓你看了問到 會發抖的這種 就是你這個人殘忍到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你有碰過這樣的人嗎 可能我們在刑事局 我們常講的 像剛剛學委講的 我們就用科學辦案 就帶到地下室 小以大義 通不流涕 收到 完全了解 所以科學辦案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對啊 可是我們剛剛講這種 如果講說 某材害命 也是動機之一 下毒或什麼 在醫院應該很多 會耳聞到有這樣的一些案子 對 之前有一個案例 像我們剛剛講 老人小孩很好下手 有個案例 它就是 是一個在看護 安養中心當護士 護理師的一個女子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 她照顧的一個婆婆 她也是臥床的 然後後來是家屬發現說 她身上的現金都不見 現金 耳環 手勢這些都不見 然後照顧她的這個女子 就人眼消失無蹤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甚至這個家屬很積極的 就是到處去訪查說 她有可能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就去看了其他的 安養中心 養護中心這些 全部都訪查了一遍 後來有被她找到 找到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打草驚蛇 就先去通報警方 然後警方抓到她的時候 她確實她就承認了 她就說 對 我就是有給她下藥 然後我把她的手勢拿走 大概價值有50萬的現金 壓在婆婆的枕頭下 然後就這樣被拿走 婆婆枕頭下現金就這樣壓著 對 所以就是其實 家屬也相對疏忽 就是你給這些 在養養中心的這些親屬 你其實還是錢才不要漏牌 這些東西都要保管好 對 我覺得這個太難想像了 來 婆婆來起來運動了 哎呦 50萬 對啊 不下手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對 我覺得對 我們常一直強調說 其實家屬不是說 照顧的不管老人家或小孩 讓別人照顧什麼 你就等於人家照顧就可以了 自己真的要 還是要畢竟是自己的家人這些 對 剛講的有很多 譬如我皮霜慢慢下 我什麼什麼樣 會不會到了庭上 雖然被毒死 然後講說我也不曉得她會毒死 而且我就只是 我就只是想要 也許有的人說我就是想要讓她昏迷 誰知道她就是這樣子 或什麼 她就用這樣子去托辭呢 對 可是如果說 像劈霜這種東西 大概大部分人就是 一般的人都會了解 他只要吃多一定會死亡 那並不是說有的人他是 我是下個安眠藥 我不知道安眠藥的量到多少 會導致人死亡 所以法官從客觀上去看 你下的是劈霜 下的是什麼氫化甲 氫酸甲 這種東西大概就是要死人自死 所以如果沒死 大概就是殺人未遂 有死了當然就殺人祭祟 那反過來可能是下的是安眠藥 或者是說下一些 通常只是讓人昏迷的藥 那當然我們就會是以說 你是不是死人家沒有辦法抗拒 不能動作妨礙自由等等來處理 如果真的死亡變成說 不小心的自死 就是這些方式來處理 可是好 剛才講說 如果要是牽涉到毒 然後犯案的動機前面這兩個 教官第三個是什麼 這個嫉妒報復 好 那我們今天講下毒對不對 還有一句話說罪毒什麼 婦人心 婦人心 我沒有說 聽誰偉說的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警方辦所有案子裡面 真的不是婦人心 因為如果男生劈腿 那個女生來跟我們檢舉 就是反正我就是 你過去的什麼 那個做的案子天衣無縫 但是因為他劈腿 那女生是跟警方檢舉 但是女生不敢去下毒 那男生有一句話說愛你賣掉 祝你幸福嘛 但是男生不一樣喔 男生如果愛你賣掉 就讓你嫉妒了 你知道嗎 那所以說嫉妒報復 在警方的 大部分是男的 大部分是男的 尤其女生如果再去 嫁給別人 那個男的 我想八年前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叫 有沒有 那個在公寮裡面 那個現場就是也沒有打鬥 就是大家煮個東西再吃 然後桌上有菜 吃到一半然後有喝酒 桌上還那個 也沒有其他人外力的侵入 那只是懷疑 警方在懷疑什麼 懷疑會不會原住民去 比如說有一些牧兒 有些什麼 有毒辜或什麼的 對 只是怕說食物種毒 或這一類 但是我想很多民眾不了解 所有只要有種葡萄的人 一定有葡萄摧芽 那個是做什麼作用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種葡萄要剪絲條 對 剪了以後它會開花 但是你要看天吃飯 如果今年剪下去沒有開花 那只要沾一點摧芽劑 它那個芽就會冒出來 OK 然後上面就有花了 所以每一個種葡萄的農民 都會買這個東西 摧芽劑 偏偏它的顏色跟米酒一樣 白色的 白色 沒有味道 那很毒 很毒很毒 我小時候的時候我鄰居 也是種葡萄 他因為倒出來的時候 他拿錯瓶 倒出來是不是滿了 他水巴在吸一口 上面滿那個地方在吸一口 光吸一口不得了了 很刮 很刮 這麼毒啊 對 那他的前女友因為改嫁 所以帶著酒來找他喝酒 跟他住尾區 那他跟那個瓶子裡面加一點 那沒喝完他女朋友又帶回去 那帶回去以後 三個月前帶回去的 那三個月以後要吃 吃的時候才拿出來 所以說不是馬上就發生 所以這個案子當初比較難的 就是從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沒有打鬥 那警方在推斷 是不是因為吃到什麼東西 後來驗屍的時候 像法醫也建議說 因為這什麼樣的毒物 才會產生一個反攻的做 反攻的那個 那個 屍體呈現的狀態 所以我剛剛講的說 警方在處理刑案裡面 像康阿的便宜刑事 謀財害命 還有這種嫉妒報復 尤其是嫉妒報復 全部幾乎是男生 來報復女生 你講這一段的時候 惠文的表情好多了 對 可是我印象中 之前也是一個滿大新聞 是軸離之間的報復 就是嫉妒 他不是在小baby奶粉裡面 下毒嗎 對 所以不會全部都是男生 謝謝把男生講話 可是法醫你有判過 結果也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嫉妒報復 然後去下毒單 對 究竟高達成法醫 曾遇過什麼樣 印象深刻的報復案件 法醫你有判過 結果也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嫉妒報復 然後去下毒單 所以我說這個社會案件 我們都不是財 就是勤 勤財醜 可是你如果三個都在一起的話 是必死無疑 你有判過三個都在一起了 這就是這個 他就是碰到一個陸沛 陸沛其實人很不錯 因為嫁來台灣 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們台灣人就會打太太 所以他們一拿到身份證 就趕快離婚了 你嫁給一個台灣人 那個台灣人也一樣 所以他一有離婚了 後來遇到一個小開 這個小開 就覺得他長得也不錯 因為那女孩子那時候 才40歲而已 這個男的好像32歲 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女的 真的也長得不錯 兩個就在一起 然後那個男就跟他說 我要開一間工廠 你投資200萬的話 每個月有2萬 大概就是12% 真的很不錯 他就說不錯 他也留了一點錢 因為畢竟外國人 那個大陸來這邊 不好賺嘛 所以200後 他欠很久 才欠起來 也是提供他 結果經過一年兩年過去了 一毛錢都沒有回來 他就跟他說 怎麼這樣 這個男的說 沒辦法 做一個失敗 就沒了 要怎麼辦 他說不要這樣 我們來家 你要來我家裡談 他就去家裡談 可能談得不好 他說錢都沒了 我也沒辦法帶你 你這裡賣到 又老又醜 我就不娶你了 可能就這樣講 後來 陸佩問的時候 他說這個男的 是跟他這樣講 所以就變成情財醜 都來了 他就去膝蓋就給他頭 就讓他睡著 睡著他給他熱 可是好像沒有完全死亡 可是他已經很氣了 把他刮你知道 他還沒死 因為他的刮還流下 還會叮噹 你知道 所以割得不好 而且那個割斷的切面 那個血管看不到 小血管看不到 就表示說等他還沒死 你就割了 所以那個血管就縮起 所以你看不到血管 所以知道是生前割下來的 就知道 這不會死就給他割了 割一割之後 是不是經過三天 他家裡去看 他說我們小孩 他老婆 我們小孩怎麼跑去 怎麼都沒回來 聽說要去兩人搭 他靠去問那個小姐 那個小姐說 沒有來啊 他沒有來這裡 結果他就報警 報警 然後那個 那個大樓不是有監視錄影器 就在隔 就是那個男孩子進去的隔天 那女孩子就帶了好幾個 那個垃圾袋 黑色垃圾袋 就拿出去外面了 然後我記者就爬來問 我說 那些人胖子 有可能跑去倒 我說一定給分屍 那就是分屍塊 那條子一定死的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想 我說 因為大陸人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他們有十幾億人口 少了一個看不出來 台灣人才兩千三百萬 少一個就抓到了 我跟你說 所以你不能記一下 而且他們做事 比我們 其實教育的程度 可能是比較兇殘 他們就說 來台 台的分屍就好 他們分很奇怪 他們都 我們一般都分做一塊 兩塊三塊 四塊五塊 再做兩塊 只要七塊 他們都分做八塊 因為還有大樓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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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台的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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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鋪�鋪鋪�鋪��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是法医在讲他的案子的时候 讲到之后都会有点反胃 因为他就讲得很详细 但也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法医在所有这些 为什么高法医大家在看到 包括他经手的这些案子 就是你绝对不要有心存侥幸 觉得说你可以避开什么 这个就是很多的经验 然后对 也要够大胆 心细 那法医 最后可不可以问一下 我们刚前面讲说因为下毒 有的是为了让他自己方便 他可能要去唱歌的 要去什么的 然后崇文夏老师这个案子 一路到现在 如果我们担心自己 有没有被人家下毒或什么 能够做什么吗 我有遇过 我大概最近这三年 一到二十几个 夫妇来跟我求救 他怀疑被下毒 他先生下毒 因为一般来说我都问说 你也没有 别说的了 人家给他招招 你这样问他会不会讲说 你有什么要做什么 不 本来是 你也不是说你钱有比我多 我不是说 我们很少是没有 你会先问你有才三 你有才三 有才来说 你没有 人家可以对 不听说他可能外面有人 他就这样把你除掉 不然就是你先外面有男 男朋友 还是你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这个才会 我过例过有五个 真的有 那你会建议他什么 当然我就建议他马上去 去图乎科 一般我们台湾那个荣耕 荣耕 都有 图乎科 还有长庚都有 你可以去做 你做如果有 当然一定不是说他 当然 但是你最大的就是 今天你去找到书 有一个疑似 说我六四 那就是我咬的 生死人在说 生死人在说 我都叫挑言 对 不过如果真的发生 像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验出来 最起码自己心里面要有谱 对 一定要知道 知道 然后可能就是 接下来就找谢警官他们 对 因为要不然 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在血液里面有披霜 不可能 有什么这些 一般吃也不会吃到像这样子 没有东西也没有 对啊 所以然后再来 对 就找韦婷 帮我写好这些 然后叫雪伟 帮忙把他爆出来 然后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 然后住院的时候 就找慧文帮忙 OK 我们这一集都能够帮忙到 对 OK 好啦 不过自古以来 大家就有讲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也希望今天也是 在告诉你说 你不要心存缴进去 以为自己可以布得了 瞒天过海的大局 没有 但是也不要因此 人家送的鸡汤 丁学位都不喝 好不好 那大嫂真的是好心 OK 好 再次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真的有吃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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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를 Hack款 aqu採的 谢谢大家